大家好,欢迎阿妙招牌,每天分享十分小妙招 相信现在很多家庭都有使用燃气灶吧 双燃气灶在我们生活中用来炒菜煲汤的 这样也是非常方便 而且可以为我们节省下不少时间 但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们双燃气灶为什么会有两个灶台呢 那么它们之间会有什么不同吗 赶紧来看一下吧 我们双燃气灶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它们之间也是有区别的 第一个区别呢,那就是它们之间火力不同了 我们双燃气灶使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它的火力是不同的 想必我们在购买双燃气灶的时候 导购员也有介绍 我们双燃气灶的左边灶台的火力 会比我们右边灶台的火力会偏小一点 而我们中国人也流行小火慢炖,大火爆炒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双燃气灶的时候 我们尽量使用左边灶台用来煲汤 而我们右边灶台呢,用来炒菜更加方便哦 所以说呢,我们在使用燃气灶的时候呢 只要方法用,对了 这样呢,不仅我们的菜呢,做出来很好吃 而且呢,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燃气费哦 这样呢,虽然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 就算导个人没有说的话 那么我们说明书上也会标明使用的方法哦 第二个区别呢,那就是如果我们在右边灶台炒菜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炒菜的时候呢,幅度比较大 而且我们右边灶台的地方呢,比较空阔 这样呢,就会方便我们炒菜 如果呢,我们在左边灶台炒菜的话 那么呢,我们使用右边灶台煲汤的话 这样呢,我们在炒菜的过程中呢,很容易烫伤自己 而且呢,很可能将我们的汤锅给打翻 所以说呢,我们尽量使用右边灶台炒菜哦 像我们呢,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我们使用右边灶台来炒菜的话 这样呢,更加方便我们添加调味了 如果呢,我们使用左边灶台炒菜的话 那么我们再添加调味料的时候呢 我们右边灶台上面一些煲汤的水蒸气呢 会烫伤我们自己 这样呢,就会非常不好了 所以说呢,我们尽量使用右边灶台炒菜 左边灶台煲汤哦 那这个视频呢,下次我们再使用双燃气灶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使用错误了 我们尽量使用我们左边灶台煲汤 而我们右边灶台呢,使用炒菜 所以呢,这样呢,更加节省时间哦 喜欢呢,就让这个视频转发出去吧 我们现在再见